你怎么了 我一直都觉得 我们现在拥有的一切 都是靠自己努力得来的 但其实我发现 我走的每一步 都离不开黄甫学的帮助 所以我拼命地想要证明我自己 但是我发现 我还是离开她 我什么都做不好 我们还回得去吗 我想试试 你是说你要答应我实 或许 崇祖对我们来说是最好的选择 小五 你看 我们曾经在那摔倒过 那就从那儿爬起来 聚光灯下不应该只有汗水 还应该有我们的荣耀 小五 你们一起跟过去告别吧 嗯 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的 获奖嘉宾带来他们的获奖作品 女孩的宣言 我们就是最美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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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美的 最美的 哎 想要出我心情就要点起脚尖 青春就要宽宽 宽宽 准那少哪怕只有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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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